早在今年的3月底 英特尔变向玩家正式公布了首款独立显卡 ARC Ration 不过首发型号仅面向了移动端 并只有A350M和A370M两款 但今天面向于桌面端的游戏独显 ARC A380便得到了正式公布 其不仅引用了6GB显存 还有诸如像光线追踪XCSS等技术也都实现了支持 这一线的表现究竟如何 下面就给你超级客来看看吧 与NVIDIA AMD不同的是 英特尔首发的瑞轩A380并不是公版 而是与合作伙伴蓝戟联合打造的非公版 具体显化为蓝戟英特尔ARC A380 Photon 6G OC 产品定于中端的Photon系列 外观上采用了经典的G形式设计 拥有双插槽双风扇的散热模组 供电接口为单8PIN 配备有3个DP和1个HDMR接口 至于具体的规格方面 瑞轩A380基于XE HPG架构打造 搭载了英特尔全新的ACM G11芯片 拥有8个XE核心和8个光追单元 配备6GB的GDDR6显存 显存位宽为96bit 核心频率最高可达2450MHz 整卡TDP功耗为75W 而针对于内容创作 瑞轩A380还继承了XAI加速引擎 XE媒体引擎和XE显示引擎 可支持VP9、AVC、HEVC和AV1格式的硬件编辑码 最高可支持输出两条8K60HDR 或四条4K120HDR 有了这些也都证明着 瑞轩A380的创作性能并不会低 当然具备3A加成的DeepLink技术 以及XE SS超级采样技术 A2C瑞轩显卡也是均以配备 至于其的游戏性能究竟如何 官方表示 在永捷无间绝地求生等主流游戏中 瑞轩A380均是可以在1080P下 提供60帧以上的流畅体验 而小英雄联盟、Apex英雄、守望先锋等晋级的游戏 则可以获得100帧以上的成绩 如果要对比目前的显卡 瑞轩A380大致是处于了NVIDIA GTX1650 与AMD RX4400的同等级别 所以对于游戏玩家而言 瑞轩A380的性能并不是十分亮眼 但关键还是得看价格 据悉瑞轩A380本月起在中国市场首发 先行推出华硕、微星、蓝旗等厂商的台式整机 随后单独推出 国内建议零售价1030元 所以这个价格大家觉得还合适吗 但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瑞轩A380仅仅是英特尔独立显卡的入门级ARC3系列 之后还会有旗舰的ARC7系列和次旗舰的ARC5系列 而这些才是游戏性能较高的 所以各位玩家们请继续保持期待吧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印象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键超级客 我是给强 我们下期再见